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最近十月份的ACD考试中是取得了1530分的成绩 关于ACD学习的经验 我主要想谈一谈阅读部分 首先对于阅读部分 大家普遍的观点是 对于功课这个难关的观点是多刷题 我个人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但我觉得大家首先必须清楚地意识到 ACD阅读的核心就是理解文章的观点和其行为逻辑 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在拿起身边的习题刷题的同时 也应该养成一个广泛阅读的习惯 无论是新闻 小说还是科学论文等等 我记得我在上阅读课的时候 我们的阅读老师要求我们读一本叫做《月亮与六辨式的小说》 这本小说内有非常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很多细腻微妙的心理描写 虽然这个阅读的过程很艰难 但是在不知不觉中 我们其实对细节的把控和对文章推进逻辑的理解 是会变得越来越深刻和越来越娴熟 所以我觉得通过广泛阅读 可以从本质上提升我们对各类文本的理解速度 一旦我们对文章的理解速度提升了 那我们在做题的时候也会更加自信 然后时间也会更加充足 我是高一的暑假在艾特上的英才班 然后因为我们的英才班是属于一个比较小规模的一个课程 所以老师和我们同学上课 主要是以一种比较平等的类似对话的方式进行的 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一个好处就是 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很自由地提出我们的问题 或者是对文章题目发表自己的见解 然后大家可以在一起进行讨论 这样的方式对我来说其实很有效 并且很自然很有趣 然后艾特的学习氛围也是很好的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不管是班主任老师还是助教 每天都会很负责的布置作业并且检查作业 然后对我们的问题进行解答 第二点的话就是 我觉得艾特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也非常好 我身边的同学每天基本都会放学以后留下来 把当天的任务完成以后再回去 然后这样的氛围也让我这一个不是很自愈的人 能够静下心来去刷题 我觉得在艾特学习最大的感受或者是印象最深的事情 就是当时在我们印裁班结业的时候 曲老板请我们所有人去海底捞吃了一顿 虽然我没有吃得太饱 但是那次经历对我来说也是挺难忘的 就是也可以反映出艾特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集体吧 就是大家在一起不管是学习生活都是互帮互助 然后这也可以反映出艾特是一个互帮互助 并且非常有爱的一个集体吧 我在艾特最喜欢的老师肯定是我们的语法老师彭飞了 首先彭飞老师他很有幽默感 跟我们上课的话可能50%时间是在开玩笑 剩下50%的时间是在上课 但是他却能只用了50%的时间把所有的知识点讲得很清楚 并且能尽量回答我们所有提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彭飞老师的抗压能力也非常强 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竟然会去吐槽他 然后给他捣乱 但是他还是凭借自己卓越的能力把课堂秩序维持得很好 这点让我非常佩服 那最后就很实际的祝福艾特能够斩获更多的1500家吧 谢谢